廖国公府的国公夫人每年都会举办这样的丘烈活动,能参加的也都是三品以上官员家的孩子,很多人把这种活动当作是相亲会,毕竟这是一个前缘和昆泽都能参加的活动,正好看一看挺好的,大家基本上都是这样默认的。 蓝旺基也收到了廖国公夫人的请柬,但她有些不想去,还是谢允劝说她出去放松一下,不要每天都闷在屋里,她很担心,最后蓝旺基为了让爹爹放心还是同意去了。 蓝旺基前脚刚同意,谢允马上就让人去通知了急冲,毕竟这场合没个熟人她还是有些不放心的,其实她大可不必这样安排,因为默然都准备好了一切。 8月16日当天,蓝旺基磨磨蹭蹭终于出门了,来到位于郊外的廖国公家的庄园,她这次出门只带了三个人,蓝丝追迎风避雨,他们三人都会功夫。 进入场地后,到处都是打扮的非常富贵漂亮的公子小姐,每个人都被一大群伺候的人拥在中间,和人打招呼也是举手投足间尽显风流,一个个笑叶如花的。 蓝旺基没怎么费心思打扮,和平时一样穿着白色的衣服,只是她现在的衣服是陈王府准备的,料子比以往好些罢了。 蓝旺基见过廖国公夫人后,就找了一处良亭坐下,这些都是提前搭好的,供大家休息坐的,只是蓝旺基来的较晚,没什么选择的余地了。 她旁边的良亭里,刚好坐着金子轩,两个良亭之间的距离不是很远,说话声音大一点点旁边就能听得到。 蓝旺基本来是想着坐一会儿就偷偷溜走的,反正她也没什么熟人,别人也不太认识她。 但有些人就是这样,你不去招惹她,但她非要惹你,不理还不行的那种。 金子轩从小就是锦衣玉石地长大,后来又和最可能当皇帝的皇子定亲,可惜她未婚夫死于非命,现在她父王又把她和太子定亲,虽然不是太子君,但她也算松了口气,至少以后的日子还有得争取。 蓝旺基和金子轩是互相认识的,以前在皇家宫宴上见过,但蓝旺基不想和她打招呼。 金子轩今天原本很得意的,她本身是金王府的嫡子,马上又要是太子侧君的,所有人都扒着她,但看见蓝旺基后她心里就有些不得尽了,明明自己比她尊贵,可是魏无羡娶她的时候就是太子君,轮到自己就是侧君了。 虽然自己聚了一次,但她还是有些咽不下这口气。 就在蓝旺基晕晕欲睡的时候,金子轩带着一大群人过来了,自追他们吓了一跳,以为他们想干嘛呢? 蓝公子,金公子过来你也不打声招呼吗? 金子轩旁边一个小姐打扮的人对着蓝旺基说道,蓝旺基努力地睁睁眼让自己清醒一点,站起来说道, 见过金公子,请问你有什么事吗? 金子轩看着蓝旺基销瘦的身材不屑道,蓝公子既然来了,何不下场比试一二? 也不枉国公夫人准备的这么好的场地。 蓝旺基正在想要不要答应她,金子轩身边的人又开始多嘴。 金公子,你可是有些为难她了,今天昆泽可参与的比试都是需要前缘搭档的,我看蓝公子估计没人可找吧。 再说了她常年不在皇城,估计也不会这些。 蓝旺基和太子和离的事世家名门都知道,虽然有些人觉得她厉害,可以和太子和离,但大部分人还是认定她是被抛弃的。 太子不惜和离也要摆脱她,以后肯定是没人要的,所以大家都有胆看她笑话。 我来做旺基的搭档,突然一道男生从人群外转过来,所有人都往声音处看去,蓝旺基虽然知道是谁,但还是看了过去,今天的吉充和她以往看到的不一样,穿着符合身份的巢服,看着确实像个王爷了。 敢问公子姓氏名谁,我好像从来没见过你。 金子轩一看对方的气度就知道不是普通人,所以谨慎地问道,本王李巨遥,回皇城不到一年,平时也很少参加这些个消遣的活动,不认识我正常。 吉充看着蓝旺基笑着说道,完全没有把金子轩放在眼里。 蓝旺基看着她轻轻地笑了一下,突然就心安了。 金子轩虽有些不悦,但也不敢多说什么,川王李巨遥可是和她父王一个等级的,说起来她还得叫人一声叔叔呢。 原来是川王殿下,是我唐突了,刚才你说要做蓝公子的搭档。 是真的吗? 金子轩尽量平和地说,当然是真的,我这次就是为了旺基来的,不然这种活动我看不上眼。 吉充瞟了一眼金子轩又对着蓝旺基说道,小旺基,有我陪你,一定会赢的。 蓝旺基当然相信吉充,那就谢谢川王殿下了。 说起来蓝旺基虽然从小就认识吉充,但和她相处的时间却不多,小时候年纪小很多是不记的,长大后有时去找爹爹,她也不是什么时候都在的,她作为一个将士还是挺忙的。 金子轩虽然有些生气,但话她已经说出去了也不好收回,只好气冲冲地去了射箭场。 不用说有吉充这位大将军在,射箭肯定是会赢的,金子轩气不过,又要鄙视文采。 可惜吉充的文学师傅是谢允,以她的造诣不说考个状元,但赢个世家子弟还是没问题的,所以金子轩今天注定要颜面尽失了。 高台上坐的都是达光贵人的夫人、郑军们,他们今天都是带年轻人过来的,并不下场。 燕然坐在国公夫人旁边,一直注意着蓝旺基那边,原本她很少出门参加这类活动的,但为了旺基的安全她还是来了。 她虽然明面上只是陈王侧妃,但还是旁人比不上的尊贵。 看到川王和旺基相处愉快,燕然也很满意,她不用出手是最好的。 蓝旺基今天原本没想那么出风头的,但因为有吉充在,她也不得不跟着对方的节奏走。 吉充回皇城还没多久,以此来让人知道她也挺好的。 下午结束后,吉充送蓝旺基回去,两人一同乘坐马车。 川王殿下,你这次回皇城,以后都不走了吧? 蓝旺基率先问道,吉充不高兴地说道,怎么还叫川王? 刚才我就想纠正你了,只是那么多人看着,怕你不高兴。 蓝旺基也没纠结,开口喊道,冲哥哥。 吉充高兴地回道,这样才对吗? 不能完全肯定,如果要打仗的话,我还是会回战场的。 蓝旺基明白吉充的想法,川王一脉相承,是将军世家,只要百姓国家需要,他们永远都是冲在最前锋的。 秋季过后就是蓝旺基最讨厌的冬天了,小时候他身体不是很好,墨西又寒冷,谢允不得不将他送回了皇城。 但即使这样他还是患上了怕冷的毛病。 这天屋外下着雪,蓝旺基在房里一边烤火一边整理医书,他打算重拾医道,反正他现在也没别的事做,就是不知道他师父现在游历到什么地方去了。 突然有小事禀报说川王殿下来了,蓝旺基这才放下手里的事,迎了出去,他已经回蓝家住了,所以吉充每次都是大大方方的登门拜访。 还没走出院子,吉充就带着一个副将走了进来。 天这么冷,你还是不要出门了,快进去吧,我把东西给你拿过来了。 吉充看蓝旺基包得圆滚滚地准备出门,笑着开口说道,蓝旺基确实冷也不太想出门,便赶紧缩回了屋里。 冲哥哥,天这么冷你怎么过来了? 蓝旺基一边把沾了一点冷气的手放在烤盆上轰着一边问吉充。 我们这些当兵的可不管天气如何,任何时候都要粗糙的,这不今天我尽山运气好,打到了一只熊和一只雪雕,这东西与我没什么用,但我知道你怕冷,就给你送过来了,皮毛都处理好了,你自己看看做成什么样子就行。 吉充穿着厚实的皮衣和盔甲,脸色红润,精神抖擞,确实有点不怕冷的样子。 蓝旺基看了一眼副将手上皮毛,不好意思道,我怎么好意思收这么贵重的东西,比起我来,军中将士更需要这些吧。 吉充霸霸手道,这个你不用担心,军中将士哪个不是身强力壮,根本用不上,再说了穿着这个皮毛还怎么打架。 我也是征求了大家的意见的,最后同意给他们加仓换的这两条皮毛,所以你放心拿着吧。 蓝旺基犹豫道,要不这样,等一下我给将士们配一些商药,这样我也不算白拿了。 吉充怕蓝旺基心理纠结,只好点头道,行吧,神医徒弟的药,他们还赚了呢。 蓝旺基这才放下心来去看那皮毛,雪雕通体雪白雪白的,看着就很舒服的样子,黑熊的皮毛漆黑油亮,摸着却很舒服暖和。 蓝旺基想着要不给爹爹做个披风吧,他也是非常怕冷。 看过了东西,吉充已经喝完了手里的热茶,蓝旺基又把自己调制的药茶拿了出来,这是我自己调制的,可以调理身体的。 我泡给你喝喝看,喜欢的话你就带一点回去,天冷的时候喝一杯蛮有效果的,只是一天不可超过两杯,怕太热气了。 吉充看着小旺基一边给他泡茶一边叮嘱着,心里挺高兴的,经过他这段时间的努力,小旺基终于对他没那么见外了。 小旺基送我的东西我当然要,要不是怕你累着,我真想每天都能到你调的茶。 蓝旺基愣了一下,但手上的动作没停,好了,你喝喝看吧。 要是喜欢的话,每天喝也不是什么大事,只是这次可能大不了太多了,我只有十来天的量,不过我调好后可以给你送过去。 那感情好啊,我肯定喜欢的。 吉充端着杯子于月道,说完话才喝了一口茶水,然后整个面部表情都有些不好了。 蓝旺基一直观察着他,看他如此表情,低下头轻笑了一声。 确实好茶,小旺基的东西就是与众不同。 咽下口中如药一般的茶水,吉充愣是睁眼说瞎话。 蓝旺基抬起头轻笑道,那你还要带点回去吗? 当然要了,有多少带多少,你要是有空的话,再给我支一些呗,这可真是好东西。 吉充不知道想到了什么话笑着说,这茶确实是好东西,虽然入口极苦,但喝完后通体舒畅,感觉身体都暖和了不少。 寻防营那些个冰溜子,大冬天出操都有些磨磨蹭蹭的,以后这茶就算是惩罚工具了,那些个冰呀,不怕打不怕骂,就怕喝药,这可真是一举多得。 蓝旺基也算对他有些了解了,知道他肯定不会自己独自一人吃苦,势必会让兄弟们陪着的,刚好这茶又是对身体有好处的好物,他绝对不会放过这次机会,今天只有十分了,等我治好了,再给你送过去吧。